我們要去台南 他排了一個就是報食之旅 然後他就跟我說三天便就開始不吃東西 就昨天PO大吃大餐 然後今天早上我就是不用吃早餐吧 你剛剛說你剛剛吃什麼 我去吃點心吃雞 吃點心吃雞 吃點心吃小籠包 吃點心吃 我們等一下去台南大吃 你們自己猛八蛋 不是因為我本身是快遲到 所以我本身沒有算你到最發 我跟你講他就是46分的車45分趕上來 對而且你知道人在山窮水晶的時候 開啼晶晶雞 只要我想說46分的車 到底46分一秒發車 還是16分59秒 我剛剛真的在想這個問題啊 我的天啊 可是他剛剛吃46分68 我剛剛忘記看了 但他非常難看就走 對他導致是一秒發還是59秒 大家可以輔助回答我嗎 好我們等一下第一站就吃 就你要吃的那個啊 是我要吃的那個意味嗎 對耶 YES OK Let's go 我們到飯店了我們住俠 我們住台南京一 吃吃很蒼啊 因為本身只到我吃 南京超滿地 真的我應該有小圖狗 這個房間很大你看他有個小客廳耶 然後還有就是雙人床 看看他的廁所 他的運動有多大 你們可以四個人一起靠進去嗎 我覺得一碗才 五千七不到六千塊 四個人除下來所以其實很便宜 對完全沒有業配 而且他有兩個的洗手台 他還不可以打架 而且他有小客廳我覺得很棒 還有什麼 有個體重計 不要體重計砸掉 來台南量什麼體重 等一下我先跟你講一下 就是因為來台南 不就是要大吃嗎 對 我個人就會覺得說一些 重量東西就不要吃 結果他們剛剛就說 欸我跟妳講水果都是附的耶 可以吃又可以吃 我說你們現在給我吃這個壁 對 因為我點東西很喜歡點很多 然後我就很怕在台南 跟我說我跟妳講我吃不下 我吃不下我就會生氣 天啊我們第一站又來了 就是全研訪 我之前就超看不起查理 就是到底為什麼 你到台南 我現在也是跟你一樣 看不起 我們就來吃吃看他到底怎麼講 因為我真的就是respect這家的 對希望大家不要這樣 這就是我最愛的圓仔會 我跟你講這間冰店真的是超天才 好吃到 我真的很想要在台北加盟 他每個都超靈魂的超強的 而且巨頭跟湯圓是畢竟的 他湯圓有多大顆 3.2.3.3.2.3.2 你這樣就是要 要是 要是 你這樣可以吃 你真的要是會叫 這是很唯ons 我是甜食吃貨大食 然後開男女女阿輝真的是不得了 我們剛才講就是 這位小姐她高中繳了補習費 然後都沒去上課 因為我就是一個叛逆的嬰啊 我可以理解妳不去 但妳就不看妳就看 是拿那些錢去買衣服 沒有就像是大家就是 學期前去買參考書 買好之後就覺得 喔等一下我這學期一定是考滿分 然後已經壞孩子 壞嬰啊壞 那我們現在到底 爸媽要如何杜絕小孩子去補習 對啦現在可以手機訂位 我現在小孩好可憐 後來就去補習班就是你知道 找帥哥 因為我以前也很小 我都去那邊看帥哥 然後就說喔這真的好帥喔 這樣子然後就這樣 好適合我好適合 我都去補習班是聽老師講笑話 因為補習班老師講笑話都特別好笑 我跟你講補習班生態就是這樣 就是一般在教讀認證的時候 大家就是這樣乱洋洋 然後老師就說喔我跟妳講昨天啊 然後就 然後就因為我們智障的事情又發生了 說是怎樣 好我們吃完滿滿意 超滿意的 吃吃吃 該加盟 喔什麼時候什麼 我要排隊我排隊 看到排隊我就忍不住 要吃嗎要吃嗎白糖果很厲害 他在排隊我也常買 是嗎我剛才排一下排一下 欸他又是林佳 就是我做林佳 喔林佳喔 那請問一下油爸爸沒人排隊 你們選他的理由是什麼 要吃人要吃排隊啊 廢話就 好我們就兩個都買兩個都買 到底為什麼台北不能賣白糖果啊 我又想要加他們白糖果 上次我吃一次是驚為天樂 我們就先買一份四三個 對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展開 小胡天男的部分 我們先從油爸爸的白糖果開始 油爸爸 這個是林佳 就他是最有名的啦 大家都說他是最有名的啦 大家都說他是最有名的 林佳 怎樣吃不出來 林佳 林佳比較有嚼勁啊 這是有辦法 這是林佳 你吃一大口 我覺得林佳比較有嚼勁 可是剛剛人潮還是林佳比較多 我現在說 這個我們點半湯 是嚼勁吧 是比較酥 對他比較 它是比較 Q 對 林佳比較好吃 對啊 先說是個人意見 就是油爸爸白糖果 就是要不合我們的胃口 然後呢 Jinger呢 楊貴妃呢 他說同一個YouTuber 還有介紹就是這個薯條 所以我也蠻好奇的 如果還是難吃的話 就去告那個YouTuber 我想試品味 只能聽我們這種吃貨的話 好我們先來 要來評論一下那個YouTuber 到底推薦 到底推薦 你是不是針對她 你是不是針對她 還不是有蠻好吃的 欸 你也那麼真實了吧 欸 中年男子打盆利 我說明個網美 你看COSE會這樣打盆利嗎 不會 莫列花味嗎 好笑喔 你好 它這個是 紅地瓜 三個又是紅地瓜 橘地瓜 蠻好吃的蠻好吃的 這蠻好吃的 最近我最不在意的就是豬心 阿米 而且我剛剛講阿鑫什麼 阿鑫什麼 豬民對什麼 就亂講 我連湯都不敢喝 然後就是豬心東門 我剛剛試了一口 就是很清淡 我覺得我很適合來這邊 因為就可以減肥 這個 對啊 我不敢吃 我不敢吃 我現在在一間麵店前面 叫吃麵把 朋友介紹來買它的布丁 據說是被麵當務的布丁店 對不對 還蠻好吃的 如果你喜歡吃布丁的話 可以來這間麵店吃麵把來買 這邊小姐在幹什麼大事 我在修 來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你看他牆壁跟著我走 對喔 我就很快了啦 對 然後他剛剛說阿鑫就想修一點點 我就說可是 可是這一點點 看起來沒有感受 這個人每次就是跟我們出來 修道院都要修一個小時 我身為一個專業網紅 我都不太管這些 欸你看你這件衣服 幫你拍 我今天OTD的態度 鬼兇 可是這件衣服很可愛 你看他背後有多麼的就是 你前面兩家婦女 但後面就是媽美耶 其實就很熱 就是修道院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這件衣服很可愛 真的嗎 謝謝 謝謝各位 但是你們冷氣可不可以 不要開那麼強 現在冷氣才22而已好不好 不是很懶 我是18度的好不好 我覺得逛夜是最難的地方 是因為我做了功課 哪一間被推薦好吃 我也不可能找到他 因為南部夜市是棋盤類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有一個正確的地址 對 所以我目前好不容易找到一間 他就說有人排隊就想吃 是賛品 我覺得我很可能就是 業績掛鈴 我可能沒吃 我會飽啊 那麼飽 你可以吃一塊啊 我們VLOG 從頭到現在有一件事情是不吃的嗎 沒有 沒有 每天都吃的啊 對啊 我們每天都吃到現在 請問現在為什麼你會選這一間 很像鹹酥雞的東西 又是就是我們早上的時候 就是那個白糖 各位那個YouTuber介紹的啊 可是你覺得他鐵粉嗎 不是他鐵粉 可是呢 我們剛剛吃的這個扇品 又還好嗎 他微胖嗎 好胖 那這樣他應該又很有說服力啊 你看他今天三個 然後就是兩個不行 真的還好 欸很有 先看一下很有創意耶 你看是 小的盤子 對啊 好可愛喔 欸這是一個 灰球組的姿態 我滿好奇好不好吃的 因為我本身是很能喝熱湯的人 我連碰都不敢碰 現在完全沒辦法評論好不好吃 因為一吃下去就是 咽喉癌的燙度 還蠻好吃的 難怪聲音這麼好 但就是 過燙 什麼評論過燙 總算吃到 歡迎是 我覺得目前第一名好吃的 是他在第一排的 拔絲地瓜 很有水準耶 很好吃耶 要什麼 拔絲的部分 就是蜜的部分要夠多 他這個很crunch 對 而且他蜜又給得夠多 因為我覺得蜜給得非常稀疏 就是以禿頭的姿態來給 真的假的 對他給得夠多 然後他又很crunch 第二天 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衣服都換了 只有我這個泰國故意 泰國故意我本人沒換衣服 因為我等一下就要離開了 我才不管你 然後我們就隨便經過了這一間 很多菜店才會來吃的 夏大道京 然後這一碗才30耶 因為我們剛剛經過說才10點半 早餐是大戲 然後我們 當吃的蝦仁飯 其實不太合我們胃口 剛好不合啦 我們土鬆啦 我們土鬆 對 然後你看他這個 就是很主導味的 真的耶 很棒 他們還寫日文耶 真是你很在選 現在來到我的豬場蛋糕店 這間店叫做 BuyBuy Foods 對 我用中央集權的方式 我點了 一樣對不對 只要到甜點店 我就變情勢 我就說我決定 個人就是有一些 分析的方法 所以我就會點 就看起來是對的 他真的是甜點大王 對 你有給他看那個 他們在做那個 這個很療癒耶 天啊 好有趣喔 這是西西里 他說西西里島來的甜點 就是Dolce & Gabbana 那個靈感發源地 你參與了 真的謝謝 那這是內湖最高學費 對我已經說 他們少德念內湖高中之後 他們就說我是內湖第一學 因為我們都是內湖的你知道嗎 內湖才極所學校 他們一直說 他們一直說我成績很好 莫名其妙 等一下來開吃看看 這位小姐 她本身職業是造型師 所以她個人穿衣服裡面 可以的季節 因為她夏天的時候 去一個錄影 很像演講的東西 然後那天就是40度 她給我穿就是西裝外套 而且她也很怕惡人 圖鑑下表 對就這邊 她那天跟我說 電腦好像好熱 我要死了什麼 然後我看到她肚子打開 看到她穿西裝外套 我當媽媽三字經 欸我那個漢字那樣奔的耶 然後因為日本的女生不是就是 雪地就是還穿短裙嗎 沒錯 但是因為她上面是包暖 所以我覺得就是還算不錯 但是妳是煩的 誰知道學校冷氣怎麼的不冷 我跟妳講 昨天晚上他們冷氣就一直開21度 可是昨天真的是還好沒有很冷 21度是 妳們是北地球的女人欸 她剛叫我帶著這台冷氣 我說妳要不要以後就扛了那台 然後就拖著她 跟妳就是去工作啊幹嘛的 妳是12環 12環說她冷氣就16度 12環 妳是瘦子的菜 對啦 我覺得我是瘦子的菜 因為副照片來就 哈囉 瘦子的菜是我 這如果有生之年就請妳到瘦子 我們就當場PK 我們就去蒙眼摸屁 那我那天可以穿比基尼嗎 沒問題 妳不穿問題 差 就是我用一個就是暴震的姿態 我們四個人我們點了1234567 如果好吃的話我個人就是會客瓜 這是什麼義大利的特殊的甜點叫卡 什麼西西里鳳 卡諾里吧 卡諾里 小胡天藍出場 這個卡諾里必點 四個人都說好吃 很好吃非常的匡群 然後這個提拉米蘇還好 對因為它不是正統的提拉米蘇 它是有點改良版的 然後這個是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它就長這樣這個啊 這個好吃 檸檬塔它是中規中矩的表現 就是它的皮要夠硬 對要夠硬跟夠深 然後那個檸檬香氣要足夠 所以是很OK的 青層塔 這原本我們很看好它欸 就是還好 因為它不夠酥 然後它的卡諾里沒有層次 因為卡諾里的醬太平了 不夠 而且你看它很好的卡諾里的醬 它不會是有點透透顏色 它會是更黃的 最好是會有香草子 可是它這個就表現比較還好 但也不難吃 雖然我們說這個 檸檬被點了 要不要跟你說甜點就不要經過別人 因為每次我朋友點字一定會失敗 對以上就是我的評語 對 但是我忘記季蘭高的名字了 反正你們自己就對著圖鑑自己來 然後我就要一個人先回台北了 然後我要這邊跟大家呼籲就是 計程車盡量就是用叫的 因為我剛下車的時候就是發現 哎呀天啊忘記拿行李了呢 但好險就是 因為有叫車了 所以還可以打電話 就是司機馬上就是送回來 要是今天是路邊攔車的話 就是真的就是 喔一聲輕的回台北 這邊好適合置入就是任何的叫車 欸尤其是適合這種笨蛋 然後如果今天影片當中呢就是 有任何不小心講了 就是哪個台南的食物好吃 我這邊先跟你們道歉 因為台南人惹不起 我們台北人品味不好啦 我們小圖狗不要跟我們計較 我們下次見囉 掰 quin啦 百都五碗 對